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非常吝啬的人去寻求佛陀的中物 他完全无法布施 佛陀告诉他 先把小物品从右手布施给左手来训练自己 当那个人慢慢习惯了故事的想法之后 佛陀鼓励他 把小物品布施给家庭成员 然后布施给朋友 最后布施给陌生人 最后 那个人 能够怀着极大的喜悦 把任何事物 布施给他遇见的任何人 二 过去 有一个人 坚贪的喜悦很重 对于任何他喜欢的 总是说 我要 我要 从来没有说过 我不要 有一天 在佛陀突波的回程中 他遇到了佛陀 向佛陀所求波中的欢喜碗 佛陀告诉他 你要欢喜碗可以 但这当中有条件 我可以给你两颗欢喜碗 然后 你必须 把当中的一颗 再还给我 并且说到 我不需要这颗欢喜碗 为了得到欢喜碗 那个人欣然答应了 但是 当他要把手中 已拿到的欢喜碗 再拿出来时 显然相当的困难 因为他这一生 或是累世以来 从来 没有把已拿到的东西 再拿出去的举动 但是 为了得到欢喜碗 他用颤抖的手 挣扎地 交出一颗欢喜碗 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 我不 不需要 不需要 这颗欢喜碗 旁边的弟子看了 好奇地问佛陀 为什么 要这样大费周章地 给一颗欢喜碗呢 佛陀 佛陀 慈悲地说道 这个人 坚贪的喜气 已经许久 从来 未曾有过 一丝 想要 不实的 行念 如果 再这样下去 未来 必定是 恶道中 轮回的 命运 所以 我要 在他的 心念中 种下 一个 不实的 因缘 不要 小看 今天这样 小小的 一个 善念 将来 这个 善念的 因缘 成熟了 凭着 这个 善念 他将 脱离 恶道 开始 修行 未来 将会 解脱 诸苦 永断 烦恼 专修 念佛法语 一 世尊 一代 使教 大分为 两种 圣法 一种 是 圣道 法门 一种 是 净土 法门 这两种 都是 殊胜的 法门 都是 释迦 摩尼佛 所说 若能 依教 奉行 各个 都能 解脱 生死 故而 称为 殊胜的 法门 二 殊胜的 法门 细说 有 八万四千 再细说 有 无量 无边 道 道 道 禅师 在这里 分为 两种 除了 净土 法门 之外的 都叫做 圣道 法门 三 小道 叫 往生 净土 净土 法门的 特点 就是 没有 修持 圣道 法门 根基者 无法 靠 自立 解脱者 所以 要靠 佛的 愿力 到 净土 去 由 诸佛 菩萨 神力 加持 由 种种 依正 庄严的 环境 自然 成就 佛道 五 入 净土 门 后 您如何 修行 善导 和尚 礼 正 杂 而行 舍 扎 行 归 正 行 一 净土 三部经的 宗旨来修行 就成 正 行 这是 旧行 立 信 六 正 行 有 五种 一行 专 宋 观 金 阿弥陀 金 无量 寿 金 等 一行 专注 思想 观察 意念 彼国 二宝 庄严 若礼 即 一行 专礼 彼佛 若 口称 即 一行 专程 彼佛 若赞叹 供养 即 一行 赞叹 供养 彼佛 除此五种 修行之外 其他 都称为 杂行 七 五种 正行 有一定的 四地 关系 一 守众 读 读 读 诵 正行 如果 不读 读 净土 三部 经 不了解 阿弥陀佛 极乐 世界 如何 能知道 念佛法 如何 能 怨生 极乐 世界呢 正因为 净土 三 经 是法门的 来源 所以 读诵 放在 第一 二 观察 正行 一 读诵 经文后 要 一文 思维 就好像 到 极乐 世界 旅游了 一趟 七宝池 八功德水 众鸟 说法 天 乐 明空 诸上 善人 聚会 一处 一文 做官 心 神 发喜 这就是 思维 观察 真心 二 心有 极乐 世界这么好 我要去 往生的 愿心 这就达到 愿生 西方的 意愿了 所以 通过 读诵 而有 观察 如果 不读诵 不听文 不可能 有 观察 阵型 三 礼拜 真心 极乐 世界 是 弥陀 教主 为 众生 所献 是 法藏 彼秋 为我等 罪苦 众生 所成就 为 我等 凡夫 所 建立的 殊胜 庄严 净土 值得 我们 深深 敬仰 和礼拜 所以 就 一心 闺蜜 顶礼 投诚 这就是 第三 礼拜 正行 四 称 明 正行 由 礼拜 阿弥陀佛 愿生 极乐 净土 之心 接着 称念 名号 往生 极乐 世界 就进入 第四 称明 正行 五 赞叹 供养 正行 一 经常 八字内心 赞叹 如来 功德 不但 与 亲近 自信 相应 也为自己 累积 福德 资量 更能使 听闻者 对佛法 升起 尽信 乐意 亲近 佛法 二 对一切众生 赞叹 佛德 如同 在其心 获下 成佛的 种子 无形 之中 就与 一切众生 结下 学佛 得 解脱的 法源 三 对于 自身而言 在 赞佛之中 异佛 念佛 心 与佛 相应 除了 口业 清净 异业 也 清净 进而 扩大 心量 对一切众生 所 做的 善法 细节 欢喜赞叹 即是 称赞 未来佛 四 佛 以圆满 无量功德 是 世间的 无上福田 一句 赞佛的话 不仅 让自己 与他人 种下 成佛的 种子 更能 获福 无量 真 契合 菩萨 普渡 终身 广集 福慧 资粮的 愿行 实为 舍一 得万的 殊胜 功德 八 擅导大师 把五种阵行 归纳为两类 即 正定业 与 助业 一 就此阵行中 一心 专念 弥陀名号 行 行住 坐我 不问 时节 久尽 念念 不舍者 是 明 镇定 之夜 顺 礼 佛 愿故 二 若一礼 颂等 即为 助业 五种 阵行中 别选 第四称 明 作为 镇定之夜 其余 四种 称为 助业 九 镇定之夜 就是决定往生的行业 行此决定往生 没有丝毫不定 镇定有两种含义 一个叫正选定 一个叫正决定 一 正选定是指法藏比丘 发四十八愿时 确定称念我成佛时之名号 往生我的净土 是法藏菩萨选好的 二 正决定 是我们今日来念佛 随顺离佛誓愿决定往生 十 助业 是指帮助进入正定业 如果没有其余 如果没有其余四种 我被凡夫 很难直接进入正定业 因此 为了进入正定业 而有四种助业 念佛是正定业 诵经 诵经 忏悔等 是助业 十一 修学净土法门者 内心应该是安乐的 我们往生的世界 是安乐世界 极乐世界 我们在通往极乐世界的路上 也应该是快乐的 如果 我们心中 却有着种种的疑惑 恐惧和不安 那代表 对净土法门 尚不了解 十二 有人讲 五逆十恶重罪 临终一生 十身念佛 我都能往生 那我不用念了 我喝酒 失肉 造业 打麻将 没事 到临死 再念一句 十句 如果 临死果然 能念一句 十句 那肯定也往生 只怕 到时候 很难有因缘 能念佛 十三 如果 平时 都不想念佛 到临死时 还能念得出来吗 这说明众生 并没有 往生 极乐的决心 往生 心切之人 绝对念念 不离 弥陀 就好比 病人 遇到 明医所开的 特效药 绝对会认为 这么好的药 我马上吃 不会说 我到 临死 再吃 这就是 信心的问题 十四 有人问 若一生念佛 灵命中时 念不出佛 能不能往生呢 佛说 决定往生 比如一棵 往着西边倾斜 而长的大树 最终 若因天灾人祸 而倒塌 也将往西边倒塌 同理 念佛之人 灵命中时 遇到灾难而亡 就好像 这树被暴风 或其他原因 连跟截断一样 那么 这棵树 必然 要往西倒 经中讲 自然之所迁 就是此意 因阿弥陀佛愿力 所迁引 而往西 十六 有人讲 念十句 就能往生 何必多念呢 这个想法 是错的 经中 举十身 是因为 他能念佛号的 时间很短 短到 只有 念十身的 时间 抑郁 这么短的时间 念十身 一生 都能往生 那 我们平时 如果多念的话 就更能往生 这叫 这叫 举少 射多 所以 善导大师 解释说 上 尽一行 下 至 十身 以身 十七 善导大师说 临终 遇法 也是福报 平时 没有 亲近 活法的 姻缘 直到 直到临死 有福报 遇到 一样 能往生 十句 过一句 乃至 一句 也念不出来 心中 有一个念头 一念 也往生 十八 阿弥陀佛 因地 为法葬 比丘之时 草发 四十八 大愿 其中 第十八 大愿 乃是 念佛 往生愿 愿文是 设我得佛 十方 众生 至心 幸乐 欲生 我活 乃至 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 正觉 十九 净土法门 讲的 就是 专 和 金 常能 念佛 一切 诸葬 自然 消除 定得 往生 二十 但是 我们因为 还有罪业 若靠自己 修行 就有 障碍 所以 不能 解脱 若念 拿摩 阿弥陀佛 成佛的愿力 我们的 罪业 不构成 障碍 所以说 一切 诸葬 自然 消除 关锦说 念念之中 能除八十一节 生死 重罪 生 如大地 掌养 善法 功德 供养 僧宝 功德 殊胜 南梁 慈敏众生 常诗 焉贡 药贡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人都有身体 有身体 就会生病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 长寿 所以生命天使来提出来 大家多放生 多吃素 更重要的 我们去护持 全世界在修行的出家人 特别在贫穷偏远的地区 那佛说说 这个是长寿无病 更好的方法 进一步呢 我们也做药师烟供 不施药 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 所以愿大家 除了多运动 吃素放生 多供养出家人医药 多做药师烟供 帮助那些孤魂野鬼 愿大家都健康 阿弥陀佛 中华护生协会 与您一起 关心生命 慈爱众生 固执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不明 中华护生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道要成佛不是那么快 但是我们有这个方向就好了 所以大家多修钥匙法门 多做甘露事实 多放生 这些都是累积资粮 多点灯 多印经 但是我们不能说 我一下要三级跳 心可以 林华生大师讲的 心要高 行要低 我们的心是要发普理心 要成佛 但是我们的修行 要一步一步来 心细如沙 而且呢 每一个功德都要圆满 沙就每一个地方都要填满了 所以曾经有一位 出家法师 他要离开老和尚 老和尚啊 我在里面住三年了 我要去参访了 这边好像没什么好学的了 老和尚说 是吗 来来来 你去拿一盘石头来 用个碗装满满的 结果他就拿过来 装满了 老和尚装不下去了 我现在就像这样了 这边没得学了 老和尚说 你再去拿一点沙来 结果沙放在石头缝里面 会不会再塞啊 就是这样塞 他说对啊 老和尚说 你还没学完啊 还有个维系的要学 哦 那我再学吧 然后再过一两年 他又要走了 老和尚把那个又拿出来 有石头有沙 你再加一点水嘛 水还要再装进去了 你还没有了 还继续努力 所以我想 一个东西要坚固 圆满 他这些过程都要有了 钢筋水泥砖头 各种的因缘 所以我想 我们每天要谈修行 各位叫 累积功德 福德之良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累积福报 二方面还要追求智慧 叫福慧双修 这条路上 那就每天这样 精进 本子儿是什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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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进佛法通斩发系 生命殿命是 与您一同开 全光明自在的人生 接下来 请说